六清工業區從去年七月份以來 平均每兩個月就要燒一次 讓住在附近的民眾是又害怕又憤怒 今天有四個鄉上百位鄉民 來到六清的大門口抗議 要求全面停工進行總體檢 手裡拿著抗議的布條 喊著全面停工的口號 上百名雲林民眾來到台塑六清大門口抗議 因為台塑六清工業區 從去年七月七號開始火災不斷 讓鄰近包括臺西東市包中和輪被四象鎮的 居民相當驚恐 要求台塑六清全面停工 也要聽聽民眾的聲音 台塑管理部人員深深一鞠躬再度表示道歉 並表示目前廠區正進行救管線的胎患工作 也沒想到剛好又遇到大火意外 也會儘速向高層反映民眾心聲 不過雲林縣政府則是對這次大火做出處罰 雲林縣政府表示台塑六清一年多來 平均兩個月就一起火災事故 已經不是可以說意外 中央應該積極修法 讓管線納入污染源管制法規來牽制六清 協助調查的台大公衛學院教授張長全也說 改善管線的方式如果只是用吸油漆 還是有他的使用極限 應該要徹底 汰換舊管線 希望說這一次之後呢 他們可以有一個比較系統性 來了解說從決策到執行面 都能夠去貫徹 不要說是不是 常常我聽到的 就是說執行面很認真 可是決策並不很支持 所以這個部分兩邊一定要好好的 這個去磨合 另外麥寮鄉代表會開會決議 周氏上午將前往台塑六清 提出五點訴求 包括呼籲六清停工總體檢 還必須教導村民大火發生時 該如何來疏散維護居民安全 台塑方面必須派決策人員 接下鄉民陳情書來做善意回應 否則會像去年一樣發動大規模的抗爭 記者 雲林報導